在边境开放流感提前报到等不利的因素下 医师指出民众要盛防新冠病毒流感与肺炎链囚菌的合并感染 所引发的肺炎与并发症问题 那今年有两个不利的因素呢 一个就是流感找到 这代表今年会大流行 另外一个目前的行别是A型 每一年来的行别可能是A可能是B 那可能是A还分H1跟H3N2 那如果那一年是H3N2 那一年一定会大流行 因为H3N2的突变速度是最快的 而且H3N2的致病率是最强的 就是得到H3N2重症的发生率呢 是B型的1.5倍到2倍 是H1N1的差不多也是1.2到1.5倍 所以今年流行H3N2不是一个好现象 那代表今年的流感会变得比较严重 流感分A跟B A又分H1N1跟H3N2 那他们的突变速度呢 是H3N2最快 第二名是H1N1 第三名才是B 所以当H3N2回来的那一年 就代表这个病毒已经突变很多了 所以呢 你以前打得过的那几次流感都失效了 你以前打的疫苗基本上也失效了 所以那一年的H3N2呢 重症跟死亡人数就会增加 而且H3N2有一个特点就是 一般流感是死亡 大部分是成年人老年人 小孩子几乎是不会死的 如果流感那一年有小孩子过世的话呢 就是大年 就是那一年是严重的 那通常是H3N2那一年才会有小孩子过世 所以反正以前的经验告诉我们说 你看到H3N2那一年你要特别小心 你一定要把疫苗打好 而且今年的好消息是 今年的疫苗是有拆对病毒株的 就今年的疫苗里面H3N2是拆对的 所以你既然去打疫苗了你的投资报酬率会更高 今年不利因素第一个就是病毒来得早嘛 九月就来了 第二个来的是A 而且是A里面的H3N2 所以这是第二个不利因素 第三个不利因素是我们要开国门 开国门其实是一个最大的不利因素 因为以前锁国门的时候流感是进不来的 流感的潜伏期很短 你一旦锁七天流感就进不来了 所以今天第三个是开国门 第四个的不利因素是我们都已经防疫疲乏了 大家都觉得疫苗打太多了 有一种厌战的心理 所以我们最主要就是要把大家厌战的心理去除 就你还是要为了自己的健康 而且为了家人为了朋友 还是要把疫苗打好 李沁云儿童感染暨疫苗发展医学文教基金会董事长 也是台大小儿感染科的主治医师黄立明 与台湾胸腔即重症家户医学会理事长王贺健医师 以及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理事长黄建宁医师 特别提出三房四族 三房就是预防新冠病毒 流感病毒及肺炎炼球菌 四族则是特别提醒慢性病患者 尤其是糖尿病与咽腔族外出族 以及65岁以上有慢性肺病 曾经确诊过新冠的民众 要积极跟医师咨询疫苗接种 来做好预防措施 其实我们肺部的一个很重要的评估的指标 肺功能 当然我们这些慢性肺病的病人 有些人的肺功能已经受损了 所以他对于这些感染 不管是病毒感染或是细菌感染的 造成的伤害就会很大 我们很多医院上看到这些肺阻塞的病人 他的肺功能已经比正常的来得差的时候 他得到一次的感染以后 他可能要需要半年才能恢复 所以这样对病人的生活比值影响很大 同时他也增加他呼吸衰竭的危险性 那这些病人得了以后就会 因为呼吸衰竭进到加护病房 死亡率就会很高 那在这个COVID-19的流行的状况之下 其实我们这些高风险的病人 我们都很早就已经 不管是我们在我们的临床指引 或者在大众媒体上都有去宣传 这些病人是要第一优先去打 这些COVID-19的疫苗 但是不要忘了 在这个秋冬季节 或者我们今年的这个 可能会大流行的流感的状况下 这些病人也要早一点去打 那我们的病人常常教育他 他们可能就在10月1号一宣布就打了 那接下来就是 因为这些病毒感染以后 常常激发性的细菌感染 是以肺炼为主 所以我们肺炎链球菌的这些疫苗 也是需要很早的时候 就要告诉他们要去施打 尤其在这些高危险的病人 那我们现在不管是流感 或者是肺炼疫苗 都是蛋白疫苗 或者是多糖体疫苗 那它这个是比较稳定 而且它产生的免疫的这个作用呢 是比较不会这么 不像我们这个mRNA疫苗 是比较新的疫苗 所以产生了非常多的 打完以后的一些反应 那传统上我们打这个流感 或者是肺炼呢 其实一手打流感 一手打肺炼 同时打也没有什么问题 你就可以知道 它产生的免疫的这个强度 不会这么激烈 它是慢慢慢慢产生的 所以有时候这个 比如说我每年都打流感 对那打上去也都还好 糖尿病患者基本上 如果血糖没有控制好 或者是有合并 其他的慢性飙发症 或者是共病的话 基本上他们的抵抗力 免疫力 都是比一般没有糖尿病的人 是要比较低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就变成是我们的所谓的 失去性的感染 这个肺炎面球菌 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感染源 所以我们呼吁 有糖尿病的患者 在糖尿病当中 应该要打满 打好这个肺炎面球菌的疫苗 就是目前已知 所有的呼吸道病毒里面呢 会并发细菌感染 所以两个病毒 第一个就流感 第一个就呼吸道融合病毒 那这两个病毒呢 已经被制造说 他们并发细菌感染的 几率是最高的 那甚至他们 呼吸道融合病毒 跟流感是不相上下 那今年两个都同时流行呢 就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 因为这两个病毒 都会并发细菌感染 那并发细菌感染来讲呢 最常见还是肺炎面球菌 所以今年就是 这些都要去防患 我们一直讲 口罩是要戴到明年春天的 口罩是不太适合 太早拿掉 因为口罩是 投资报酬率 最高的一个防疫措施 而且最便宜 所以大家还是要把口罩戴好 面对病毒 可能合并感染的风险 医师呼吁高感染风险族群 主动与医师讨论疫苗施打 并戴好口罩 以安然度过疾病的威胁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